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华王喀玛霸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堂城三宝 敬礼今天附魔的祖尊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法身释迦摩尼佛 南无废基金刚大全神王佛 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 法师讲师助教堂主 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中华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 制作人 徐亚奇师姐 中华中博士教授团 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 教授王里博士 庄俊耀医师 林淑华医师 香港杰出企业家 南都雷强义师兄 何家 台湾阳光武共团 林一仙师姐 中华民国乔委会前副委员长 谢圣华 先生夫人 谢王淑美师姐 印尼企业家 任尹丽师姐 任尹丽师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下星期天 十月二十五日 下午三点四 不动冥王附魔大法会 我现在都是金刚冥王的大法会 联系几次都是冥王的 不动冥王是 毕如浙纳佛 他的转化 那么这尊不动冥王 在这个东密 日本的东密 他可以讲是 守尊的 守尊的不动冥王 到处都有不动冥王的宴 等于是最主要的护法 不动冥王是最主要的护法 那么在藏密 也是非常的重视 这尊不动冥王 那么他的 这个益处非常的多 你修这尊不动冥王的异处 这尊不动冥王是最主要的护法 至于主起以否 跟讲跟不讲都一样 讲那也是这么多 不讲也是那么多 所以说 不争不减 今天我们修这个飞机金刚 这尊也是 在东密 是很有名 东密是很有名的 那么这尊呢 我记得我是在这个 纽约 金刚雷杖寺 那么地点呢 是麦迪森广场 麦迪森广场 我们有做了 这个灰机金刚 不动冥王 的法会 然后也传了法 那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手印就是比较难截一点 但是我只会截 但是不会讲 不能够 只会截这个手印 但是不能够讲 不会讲怎么截 就是 就是这样子 你们看了 会截就会截 不会截就不会截 那会截的 教不会截的 那么 不会截的也就变成会截 就是这样子 那么短奏很好念 这有什么好笑 om 军录 毒 烂 烘 烘 烘 弱 这有什么词 有時候我是不孝的,因為是奏 Homme, Giro, Duran, Homme, Rho 這個奏語,就是最短的奏語 它的奏也是種子字,也是Homme字 然後觀想呢,他是要先觀想釋迦摩尼佛 然後由胸中,他的胸中,心中,這個旋轉變化出來 灰激金剛,我們上回也講過灰激金剛的這個 他的名稱很多耶 他叫烏咒沙摩,又稱為佛陀金剛 不壞金剛,不敬金剛,受處金剛 他的金剛號很多 一般來講起來,他能夠除病、息災 獲得人情的敬愛 防止所有的意外發生 會得到很大的福報 降伏許多的怨敵 一切邪魔、惡鬼不敢來清 其本事是吃掉一切不盡之物 因為吃掉一切不盡之物 所以有人把廢激金剛供在廁所 在東密,日本東密 有人把他供在廁所 因為他吃掉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但是我們,我覺得說 把釋迦摩尼佛的教令輪 他的主要的化身 廢激金剛,大前神王佛 你給他供在廁所 這好像 但是他本身就是這樣子 他本身就是所有不敬的東西 他都無所謂 那些所有的咒仙 最害怕的就是說 污秽的東西 因為你一念咒 用污秽的東西一撒 大部分這個咒就不靈 法術也會不靈 我們中國古代最重要三個東西 會令這個法術不靈 一個東西 就是擬人的精血 擬人的精血 就是夜市的血 他是醉不盡的 他是講的 然後第二件呢 黑色的狗的血 黑狗血 黑狗的血 能夠破所有的法術 能夠破掉所有的法術 第三種 這個 馬的尿 馬尿 馬 撒出來的尿 它可以破掉所有的法術 跟咒術 這三種東西 有些修行有一點小咒仙啊 或者大咒仙啊 他們會念咒 那麼念咒的時候啊 一用你人的精血 一給它一蓋 哇 它所有的咒術全部破功 全部破功 所以當初的時候 說灰激金剛就是 唯有灰激金剛 你用什麼東西去灑它 它都不怕 因為它吃掉所有不乾淨的東西 它很有能力的 其功德非常的大 所以修它的法 不怕一切會晤 紅白事 停時間 病宴 墳場 都是生你的沒有生難的 那麼你念灰激金剛咒 或者修它的法就會生難的 它有這一種這個 如果是那些什麼精靈啊 鬼怪啊 欺負你 一般灰激金剛都可以破除 灰激金剛全部可以破除 它的功德非常的大 就是我在那個 我在這個麥迪森館場講的 紐約麥迪森廣場是非常有名的 能夠在麥迪森廣場做法會 是一生的榮耀 可以講 在美國最大的一個地方 麥迪森廣場 你說你在哪裡做法會 麥迪森廣場 哇 大家都很尊敬 老外也很尊敬 因為能夠在麥迪森廣場 你能夠唱歌的話 那不得了了 整個世界上都知道 整個全世界都知道麥迪森廣場 其實比那個聯合國 去聯合國做法會還要那個 還要榮耀得多了 很多的這個法師啊 他說我在聯合國演講 聽起來是 哇 聯合國演講耶 安理會啊 還有所有聯合國大使都在底下聽話 其實不是的 聯合國有很多的這個辦公室 或者是會議的場合 你到聯合國租一個小小的一個廳 那麼你把你的信眾叫去 你就是在聯合國演講 其實那是騙人的 聯合國演講是騙人的 賣迪森廣場演講 那是才是真實 我看到有這個 廢基金剛醋 廢基金剛醋啊 那給我一下 這個是廢基金剛醋 它可以拔起來的 要知道你會跟廢基金剛有沒有相應 用廢基金剛醋去測 可以測得出來 怎麼測 哪一個臉盆 裡面裝了水 這個放在水的中央 這個放在水的中央 放在水的中央 那水是平的 沒有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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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廢基金剛醋 到這邊 廢基金剛醋 開始旋轉 慢慢地旋轉 慢慢地旋轉 慢慢地在水面上慢慢旋轉 慢慢地旋轉 到最後變成很快地旋轉 哇 转得很快 表示灰激金刚有来 而且你念的咒跟灰激金刚有相应 你念它 它来 而且它有感应 念到最后这个灰激金刚处 可以飞腾起来 好像在这个脸盆里面的水上面 念到最后灰激金刚处 慢慢地上升在虚空中 噢 不用索拿 你看 放着 你看它还是停在半空中 它就这样子放着喔 它会停在半空中 这样起来 从水面上越起 念到一直旋转一直旋转 旋转到最后浮起来 它就不得了 那灰激金刚一定是拥护你的 这是可以测的 你念了半天 它都不动 再继续念 继续念 念到它动为止 念了动了 你这个咒就有相应 你只要持这个咒到哪里 碰到不好的东西 就给它一拍 那个人如果鬼神病 他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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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朋友感应的 嗯 胸心 你就吃看看 这个就是感应 你相应不相应 看这个就知道了 你念到它能够旋转 表示它来了 它旋转得很快 不得了 你那咒的力量非常的强 然后念到它能够升上空中 哇 你只要念 念满了十万 三十万 一百万 念到它这个能够旋转 能够腾空 你这次手掌就很有用了 念了灰激金刚咒 一拍病人 是鬼神病的马上就好 鬼神很多马上就退散 就马上退散 师尊最近拍了几个人的背 第一个就是那个 加拿大一个老外有没有 啊 你们看到没有 他几年没有办法睡了 他里面的那个灵啊 前处戴黑帽子 黑帽子 男的戴黑帽 你的穿黑衣服 全部在他身上 他是一个贵族 欧洲的一个贵族的后裔 所有的鬼魂全部在他身上 他几年没有办法睡觉 一个人呆呆直直的这样 那白人啊 我用手掌拍他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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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第二个礼拜他来感谢我 他说谢谢师尊 他终于能够睡觉了 结果带他来的这个联城法师的那个女儿 他就没办法睡觉了 没办法睡觉呢 他很好睡的你看他身材就知道了 他舞得那么有劲也没有瘦下来 一定是好睡好吃 才会那种身材 那换他不能睡 那么好睡的既然不能睡 我就拍他 结果应该他也好 换我不能睡 诶 我不能睡的时候躺在床上啊 我按照我的规矩座啊 每天晚上躺上 翁生静透 翘生出口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观想瑶子金母 加倍 放光加倍 然后修明光法 修完了眼睛还是看着天上的天花板 没有睡意 完全一点睡意都没有 这是拍联城法师的那个女儿的 那当天晚上 一点睡意都没有 哇 这么严重啊 好啦 不睡就不睡 欸 老子不睡了 不睡就不睡嘛 就跑到我的这个office去 我的办公室 家里的办公室 看经啊 读书啊 摸来摸去啊 诶 还是没有睡意 到了三点四点 终于这个回到床上 再躺一下 诶 睡早了 一个半小时以后醒过来 又没有睡意了 那就只有睡一个半小时 然后那一天我跟所有的人讲说我没有办法睡 好了 我回去开始做结界 加持我的床 跟加持我的人 睡觉的时候啊 观想 能 佛把我的身体全部烧掉 烧成灰 样 一阵大轰过来 把我这个灰全部吹干 全部吹掉 吹到床底下 床就空了 所以 康就变成一 变成一支金刚醋 躺在床上 啊 金刚醋 躺在床上 然后再观想 Om 白色的光出来 A 红色的光 到虚空 Hom 蓝色的光到虚空 变成一个 白 红 蓝 三色的网 像蚊帐一样 把自己套住 把这个金刚醋套住 当天晚上就变得很好睡 我一好睡以后啊 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人不好睡 那个就是 我们有三个上海 叫做老上海 中上海 跟小上海 他们三个人都是从上海人 从上海来的 老上海呢 就是住在山庄的那个老上海 你是中上海 你是深圳 但是你也是上海人嘛 你不是上海人啊 江苏啊 浙江还是江苏 江苏 正江 江苏 正江啊 江苏 正江也差不多离上海很近 我叫他中上海 我叫他中上海 他十几天没有睡 对不对 十几天嘛 十几天嘛 十五天没有睡 十五天没有睡 他十五天没有睡 五天啊 到底是谁讲了 五天 十天 十五天 五天没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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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难过 他说五天都没有办法睡觉 好啦 找到我了 我也是这样子给他加持 第二天就很好睡了 是不是 十一点睡到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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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睡到七点 第二天睡到七点 十一点睡到七点 十一点睡到七点 阿嬷 很好睡啦 他变好睡啦 好睡以后又有一个人不好睡了 谁啊 谁啊 我们翻译者 韩丽娃 韩丽娃不好睡了 韩丽娃很好睡的 你知道 他从 他跟我们去台湾 他从台湾回到西雅图 一上飞机就开始睡觉 不吃饭了 一直下飞机都不用吃饭了 到下飞机他才醒过来 上飞机就睡觉 要到 然后从西雅图飞回台湾 他一上飞机就睡觉 一直到台湾才醒过来 就是一上去他就睡 一直睡到这个 可见他的好睡的程度 是不得了的 十几个小时他都能够睡的 突然间脸色惨淡 怎么回事 他说已经一个礼拜都不能睡了 整整一个礼拜或时间 我说你怎么不讲 他就跟我讲 我已经讲了 我有去庙摸头 我就想说让我好睡 让我好睡 然后摸头就摸过去了 一摸一下就过去了 他也一样不好睡 我说你要讲 那个要用力的 要用力量的 要把那个力量发出来 在你身上 你那个才会退的 所以韩宇娃那天 我给他拍背 很多人看到了 用很大的力量 联印上司说 喔 用很大的力 现在呢 很好睡 对 你看这样多少人啊 算一算多少人啊 好几个人 连续都是这样子的 同样那个东西带来的 我跟大家讲喔 真的是不争不减 真的是业力啊 是轮回 回转 再回转的 业力 真的是在轮回 再回转的 业力不可思议啊 当初释迦摩尼佛讲说 业力不可思议 底下的阿难尊者 他就讲说 我了解业力 investigate 石家摩尼佛马上讲 You are kindergarten baby kinder garden baby 你才是幼稚脸 还敢讲业力 不可思议 你懂的什么 业力是不可思议 人都不会懂的 阿难才闭口 这样子 佛陀讲的话 真的非常的奇妙 真的非常的奇妙 你真的身上有力 有法力 你那个功力发出来 你可以帮助人 你看那个不能睡眠碰到我 有些精神病患 我以前在医进行病患 是这样子医的 精神科幅 加上发功 再加上自己的咒语 相应的咒语 那个里面的鬼神跑了 他精神病就好了 如果是鬼神病的精神病 有两点 我精神病医不好 他的精神病已经超过六年以上 姚思金部跟我讲 你这个不用治 为什么 因为他脑神经 脑的细胞 已经坏了很多 是没有办法修补的 六年以上的精神病患 时尊没有办法治 第二个 他有缩业来的 他必须要患精神病 什么叫做素业 就是他以前前世的业障来 出生的岁 年业 他的业 在二业出生 跟十一业出生 农历的二业出生 跟十一业的出生 不要治 姚思金部跟我讲 如果这个人患了精神病二业的 是农历二业的 跟十一业的 你不要治 大部分都是输业 输业 并不是二业跟十一业出生的 都会得精神病 而是二业出生的 跟十一业出生的 得精神病的 很难治 这是我的经验 我治精神病患 我的经验 这两个我不能治 还有你不是鬼神病的 你确实是脑部有问题 我不能治 如果是鬼神附在你身上 引起你的精神病的 我可以治 所以以前台中静和医院的医生 他们在治病人 治不好的医生说 都治不好啦 怎么办 医生就跟他讲 我跟你介绍一个人 但是不要讲我去介绍你去 他说谁啊 你去找那个卢圣燕 找到了 说不定你的精神病会好 说不定你 这个精神病会好 他们那些精神病患的父母 就带着他 他们到我家 我早上一开门 天啊 手疗脚疗都扣住的 脚扣住啊 脚用铁链扣住 手用手铐扣住 会打人的 好多个排在我家门口 我要上班 我说对不起 我要上班 你们不要排在我家门口 他说不行 医生介绍我们来的 我说什么医生啊 他说静和医院的精神科医生 介绍我们来找你 哇 结果治好的精神病患 非常的多 但是不要鼓掌 业力不可思宜 不争不减 要记得这句话 所谓达摩祖师讲那句话 梁武帝建事364 功德大不大 自己也剃度出家 皇帝也剃度出家 功德大不大 我摘增 所有的僧人我都摘增 我都供养僧人 我做了很多的善事 问达摩祖师 我功德大不大 达摩祖师讲没有功德 梁武帝恼羞成怒 你敢讲我没有功德 结果达摩祖师 结果达摩赶快跑 跑到魏 魏 他那边是梁嘛 梁朝嘛 就一围渡江跑到魏朝 确实是没有功德 我也帮助人家盖医院 慈祭功德会 哪一家医院 在嘉义附近有一家医院 叫什么医院 嘉义附近的那一家医院 大林 没错 大林医院 有人来跟我讲 师尊啊 慈祭功德会要建医院 你要不要捐啊 我说你是慈祭委员 我就给你了 我捐五千块美元 我捐五千块美元给他 我捐给慈祭 大概差不多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六年 为什么停止呢 因为我捐了六年以后啊 突然之间这个他的慈祭有两个康物 那时候有两个康物 一个就是慈祭啦 慈祭夜刊 一个就是慈祭道理 慈祭道理啊 那这编者就陈慧健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批评师尊的文章出来 那我那时候我都有接到慈祭夜刊 跟慈祭道理这两个杂志 我一看 我帮助的慈祭 你既然上面有一大篇文章是 哇 完蛋了 内心觉得那时候还没有修行成就啦 那时候还是有一点这个心 有一点这样子 嗯 我帮慈祭六年 那慈祭道理既然 那个编者的慈慧健 既然写了一篇文章那么大篇 这样子 他还不知道我是帮慈祭的 我还被骂了 骂了一大篇这样文章在里面 我内心觉得说 哎呦 那我还帮吗 哦 算了算了 我自己吃饱就好了 其实 我也是 我也是很想帮慈祭的 真的讲实在话 他接了很多的医院 问大家 有没有功德 我告诉你 再多的医院 再多的医院 会有更多的病患 不争不减 要了解不争不减 你懂得不争不减 你就开悟了 不骗你哦 只是讲灰激金刚的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不管 好 好我们今天谈这个密教大圆满的 这个祭的最后一个祭 先佛染灯受祭祭祭 故名释迦摩尼佛 这是释迦摩尼佛讲的记 最后一句 先佛染灯受祭祭祭 故名释迦摩尼佛 当初啊 佛成正等正觉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他的前世 很多的过去世 他都知道 原来染灯佛的时候啊 也有给他受祭 说你将来成佛 你一定会成佛 将来成佛 就叫做释迦摩尼佛 给他受祭了 所以这个佛 就是意齐的过去 染灯佛给他受祭的事情 他最后讲出来 现在讲这个染灯佛 怎么给释迦摩尼佛受祭 那个年代在古印度的时候啊 有一个童子 叫做善慧童子 善慧童子 长得非常的英俊潇洒 这个有挺拔的身材 高高帅帅的 艺术临风啊 让人 让所有的女生一看 仰慕不已 但是他对于 他们本身没有欲望 他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布施出去 然后到血山里面去修行 他修行的时候 正得到神通 也正到了禅定 禅定跟神通大多会了 有一天呢 在印度的有一个城 叫做喜乐城 喜乐城 喜乐城啊 这个有一个佛 叫染灯佛 要到喜乐城来说法 到喜乐城来说法 染灯佛就是过去佛 过去的一个很大的佛 得正等正觉 那么这个 善慧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 他说他要去供养染灯佛 就到了喜乐城 他就到他喜乐城 但是很不幸的是 喜乐城的国王啊说 将所有最珍贵的贡品全部交给国王 由国王来供养染灯佛 把所有的鲜花全部收来 用鲜花来供养染灯佛 喜乐城啊 把所有的街道全部扫得非常的平 非常干净 铺上了银色的细沙 光亮无比 然后呢 在街道旁边又掉了很多的佛番 这个金番啊 跟这个法床金番 掉了很多的法床金番 欢迎染灯佛到城里来说法 到喜乐城说法 这个善慧同志到了喜乐城 他要供养染灯佛啊 找不到贡品了 鲜花都没有了 突然在一个小的地方 一个古井旁边 看到一个女生 他在这个 拿走一个瓶子 在喜瓶子 旁边有七束的 七束的青色莲花 善慧同志就跟那个女生讲说 欸 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这五百银子 给你买这个七束的莲花 这个女生跟他讲 这是我偷偷藏起来 我自己要供养染灯佛的 我不能卖给你 善慧同志就跟他讲 这样好了 五百银子不行 一千呢 一千银子怎么样 他说不行 我还是要我供养佛 我要七束的青莲花 要供养佛 善慧同志又跟他商量 这样吧 你五束青莲花给我 我哪去供养 另外两束你去供养 这个女子还想一想 不行 这女子啊 那善慧同志就给那个女生放电了 放电了 那男生给女生放电了 放电了 你这样看看 看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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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 哦 心就软了 我 这一次已经发了誓不能结婚了 不然我就要嫁给这个人 他就跟善慧同志讲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都知道有轮回 你跟我发个宴 生生世世都要娶我为情 那善慧同志也很聪明 她说可以 但是有一个条件 如果我出家 你不能阻挠我 你不要阻挠我 那个女生听一听说 你出家修行 我不阻挠你 她也就是说 她都被她迷住了 那个女生都被她迷住了 她说好吧 就这样的 我们两个发愿 生生世世 这 都做夫妻 到时候你出家了 我就 我也不会阻止你 这就是善慧同志发的愿 然后 她把这个七个青年花都给了善慧同志 有两株啊 那两株是这样子 善慧同志跟那个女生讲 这两株就是我代表你供养 人家五株是我供养 她就是拿着七株 七树莲花 青莲花去供养染灯火 染灯火来的时候啊 哇 哇 那个真的是 白色的 银色的细沙铺满地 染灯火就一面走 所有的城里面的人民啊 全部把自己的最珍贵的衣服 铺在这个马路上 让染灯火踩过去 去消除他们的业障 哦 那个场面非常的大 其中有一个地方啊 有一点水渣 水啊 有一个污水在上面 三会同志看到了 啊 这个让染灯火的脚 去踩到这个污水就不好 那时候修行人他都没有理法了 头发很长 三会同志马上把自己的头发 覆盖在那个污水上面 让染灯火走过去 然后他们拿着七树莲花 供养染灯火 染灯火对他笑笑说 哎呀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 神所摸他的顶 他那个七树莲花 其中的五树啊 就变成一个莲花台 染灯火就坐在莲花台上面 另外两树莲花呢 就立在两旁 化为两个世子 美丽的世子 然后染灯火就给 释迦摩尼火摸顶 我知道你是谁 你未来修行 成就得正等正觉 你的号就叫做释迦摩尼佛 所以佛讲了这一季 就是象征的那一个 然后他忘了讲一季 佛忘了讲一季 未来你的妻子就是耶稣陀螺 后来那个女生啊 在转世就变成耶稣陀螺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妻子 这个因缘 因缘变化就是这样子 释迦摩尼佛 这个缘冬佛给他授记的 师尊讲的很清楚不清楚 在街上看见一辆车 缓缓地向我死来 车上居然没有司机耶 哇 我赶紧打开车门 跳上了车 煞住那个煞车啊 拉上了手煞车 又踩了煞车 突然间车后走出两个小伙子 对我骂道 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在推车吗 你看嘛 你看嘛 阮灯佛从那边缓缓地走过来 释迦摩尼佛用他的头发铺地 让他踩 供养莲花 莲花化为莲台 两个侍者在旁边 这是多么庄严的那种场面 多么庄严的那种场面 佛就是坐莲台 这个莲花的车 坐莲花的车 莲花车啊 比这个世俗的车好多了 也不用踩煞车 他自己会停 也不用 这个好像是说要他 要他走 他要只要一合掌 轻轻的一响 莲花他就会移动 要快就快 又慢就慢 真的莲花车真的是很好 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要煞车也不用 其实一个念头一注 莲花他就停止 妈妈问 考试结束了吗 儿子讲结束了 现在我比老师还厉害呢 妈妈问 是吗 儿子就讲 在开学我就上二年级了 可是老师留级的 他还留在一年级 来告诉大家 成就的佛没有一年级 二年级是分啊 佛跟佛是平等的 只是人有分 佛是没有分的 好 那个狗跟我讲 人狗也没有分的 确实佛跟佛是没有分的 确实佛跟佛是没有分的 你成就的正等正觉 一样嘛 一样觉悟 通通都是一样的 正等正觉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成正等这节 好就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这个笑话比较长一点 我讲一个比较短的 我记得住了 也是考试 开学的考试 小明回家 妈妈问 考几分 零分 零分你讲那么大声 我老师也讲零分 老师是怎么讲的 你们已经开学了 一切从零开始 一切从零开始 真的我们修行 很多事情必须要从 一切从零开始 一切从零开始 你要悟悔到这个零 悟悔到这个零 你悟悔到这个零 那才是真正的开悟 这个笑话比较长 讲一下 一位原住民朋友 载来个野生的香菇回来 准备给大家 哇 大吃一顿 其中一个有人讲 会不会有毒啊 另一个有人讲 把它煮一些 拿给刚刚的狗吃 吃看看 我们先去买酒 一会儿的功夫 回到家一看 狗没有死 于是大伙便开心地煮来吃 正在酒田耳热之际 儿子匆忙地跑进来 大声讲 巴巴 狗狗死掉了 啊 大家惊慌失措 其中一个人突然想到 尿能够解毒 说时出乎那时快啊 每一个人立刻各尿一杯 为了活命啊 一饮而尽 巴巴心想 刚刚狗还在外面活蹦乱跳的 怎么死得那么快呢 这姑啊还是满毒的 打了一个冷战 立刻再尿一杯 又给自己喝下去 就问儿子 儿子啊 你看到狗是什么死的啊 儿子说啊 被一辆小货车创死 爸爸就喊了 你娘更好 You're not so good 夭壽高音啊 你也以前说 还喝杯喝两杯 笑死了 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的真理好